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三月份运势 记得要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讲到三月运势啊 其实呢 它跟二月份的那个场景 或气氛完全不一样 三月份呢 是充满了生机 转机跟冒险机会的时候 所以呢 会有三个很重要的特色 大家可以留意 第一个呢 叫做成长机会特别大 只要呢 你跟对了趋势 跟对了潮流 跟对了一个发展的可能性 诶 有可能你一日千里啊 而且呢 成长翻倍哦 第二个呢 就是容易有很夸张 膨胀 或者是很跟以往不太一样的状况 因为它就有一个无限要去突破一个局限 而且呢 稍微夸张 或者是浮华也没有关系的现象 所以我们需要睁大眼睛 来辨别其中的状况 第三个呢 就是好坏通吃啊 好的坏的呢 一起成长 所以三月份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懂得把握机会 不过要注意哦 形象也告诉我们 可能呢 在机会当中 我们要慢慢的厘清一个重点 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到它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三月份的形象吧 三月三号的这个双鱼座星月呢 它启动了木星跟海王星 哇 不得了 木星啊 是幸运之星 代表的是丰盛 幸运 还有成长的力道 所以呢 这股力量可能会为我们带来一个比较乐观的局面 或者是有一种自由解封的行情 另外 它也会和了海王星 海王星的美好一面就是 比较美化啦 然后有理想啊 但是带有一点海事渗楼的味道 缺点就是呢 在这个假象美好的背后 有可能呢 它不长久 或者是跟现实是有落差的 所以我们可能也会发现 是不是有通膨的一些后续议题啦 或者是说 有人的确利用这个机会啊 诈骗啦 或者是说欺骗别人的现象 但是我觉得相较之下来讲 它是有一个好的成长的力道 是我们应该要有信心的 那么在木海和像在双鱼的时候呢 当然好坏是这个共存的 可是要注意哦 如果你在这个月呢 有好的发展机会 一定要把握啊 三月中以前啊 大约三月十三号以后呢 可能整个星象就会慢慢慢慢有一些调整 不过 真正调整的时间呢 会来到三月二十号以后 也就是进入春分以后了 因为啊 那个时候呢 进入了白羊座的月份 所以 白羊座的太阳 它会启动土星跟火星的力量 所以变成说前面的那一股浪潮趋势 可能是这个人人有机会 可是呢 到了白羊座的月份就是开始潮水 你要慢慢退了或调整了 就是真正赢家或是强者啊 会留下来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部分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有些事情 你可能也要做好风险管理哦 那么这个月呢 如果你在感情啊 那金钱上面呢 嗯 不是很顺的朋友 好 那我会建议你啊 最好是能够放慢脚步 因为这个月很有趣的是呢 金星跟火星会在三月六号的时候 一起进驻到水瓶座 我们知道水瓶座就是一个不寻常 或者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或者走在时代尖端的 重视科技的新观念的星座 所以当然在人际感情上 就会有这种那样的发展 可是一进入水瓶座 就会启动呢 土星跟天王星的力量 所以带来的就是 可能会有分离啦 忽冷忽热啦 挑战啦 或是有些现实的问题 所以这些部分呢 我也要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总之这个月呢 我认为你只要有信心信念 能够抓好机会 其实大致上来讲 都会比之前的来得好的 那来看个别星座的预示吧 其实这个月啊 我觉得有一个族群呢 应该整体运势来讲就是 让其他星座望尘莫及的 分别是上升或太阳在 水象星座的朋友 所以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 巨蟹 天蝎 双鱼的朋友 恭喜你们啊 这个月呢 其实很多事情呢 就有慢慢成长发展 或者是成功的机会 请你一定要好好的计划跟把握 那么讲到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会很在意的是感情 这个月呢 感情机会最旺的呢 当然就是上升或太阳 在双鱼座跟处女座的朋友 不但呢 桃花或恋爱的预示旺 而且呢 很容易有订婚 结婚 生子的机会哦 好 所以有这样机会的朋友呢 请你也要好好的留意一下 那当然除了这个正元啊 是以这个处女 还有双鱼比较旺以外呢 另外有个族群 桃花也很旺 就是天蝎跟天秤座了 那么天蝎座呢 本身在这个月有很多广结善缘啊 恋爱的机会 不过 往往会受到环境的一个压力或制约 比方说 家人有意见啦 或者是说 你在办公室恋情会受到这个 旁边环境的影响 你不敢太张扬啦 或者是说 如果真的往前发展的话 两个人未来怎么考量呢 他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顾虑 可是呢天蝎座不一样 天蝎座呢 是有恋爱的机会 可是 他的恋爱机会里面 如果要发展的好 往往也带有责任 比方说 你这个月真的决定要跟某个人交往 所以呢 你可能必须辞退其他你的粉丝 对于喜欢交朋友的天蝎座 这很打击的 或者是说呢 你可能爱得很过火 结果怎么样 就有怀孕生子的机会 那自然就很容易有什么 先有后婚的可能 或者是为恋爱破财的机会 那另外一组星座呢 很有趣哦 他在感情上也很重要 就是上身或太阳在 狮子跟水瓶座朋友 可是他的感情呢 我往是这个面包跟爱情之间的议题 也就是说 这个月啊 这个狮子跟水瓶呢 很容易啊透过合资合伙 或者是跟另外一半呢 一起投资 或者有金钱往来 或者一起买房 或者一起这个创业的机会 让自己的财富增长 可是呢 一旦走向这个道路呢 感情里面就会带有金钱的议题 吵架的时候啦 压力的时候啦 难免也会为金钱所困了哦 所以呢 这个感情上面来讲 也许 狮子座跟水瓶座其实发展不错 但是就是财务上面呢 你们两个要有一个共识 讲到财务啊 除了上升或太阳在水瓶座或试座的朋友以外呢 整体来讲 我还是必须强调 上升或太阳在双鱼啊 这个巨蟹啊天蟹的朋友 这个月财运很好哦 而且有财源广进的现象 就算你觉得还好啊 但是你绝对不缺钱用 那么另外一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呢 哎 我觉得有财运 不过要稍微的谨慎一点 叫做上升或太阳在 摩羯以及呢巨蟹座朋友 这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能赚能花 可是呢在赚钱上会比较辛苦 或者是说 你比较先付出劳力 比较慢收到钱哦 或者是你有一些这个 要考虑的 人情事故比较复杂的议题 所以呢 我觉得上升或太阳在 这个摩羯跟巨蟹的朋友呢 其实这个月也是可以 好好的思考 你要怎么样赚钱 但是厘清一些小的议题 好了 讲完了前 你一定很想问的就是 事业运呢 对不对 这个月啊 事业运呢 最好的哦 前三个星座呢 分别是双鱼 双子 跟巨蟹 双鱼座啊 不用讲了 今年呢 幸运的木星在双鱼座 然后这个月就是双鱼座的月份 所以你根本就是呢 很容易有双喜临门 或者很多好的机会上门 可是呢 双鱼座朋友呢 你一定要好好的 务实的去做好你的计划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那双鱼座好处在于啊 他不但是在公司 或者在组织里面有升迁啊 表现机会啊 或得到肯定的可能 或者是出名的机会 他如果自己啊 想要什么创业啊 做自己个人的计划 哎 双鱼座也很好哦 那么双子座呢 则容易啊 在群体当中 公司当中啊 这个被大家肯定 或者是有真的有这个 步步高升的机会 也可能遇到很棒的长官 提拔你要一起往上升 那第三名呢 巨蟹座呢 则是呢 开始有一种转动的机会 之前觉得被困住啦 好像呢 有些地方呢 没有办法伸展手脚 可是这个月呢 你会发现 转职啦 或者是说你要换单位啦 或者是像海外扩张发展 好代理 或是考试认证之类的 哎 你特别顺 所以值得把握 那反过来讲 工作运上呢 可能比较累的呢 哇 上升或太阳在金牛座的啊 手去一指啊 金牛座呢 可能很两极 要不是你就是这个 任重道远 站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责任重 另外有可能呢 你就会陷入那种每天呢 比较固定的 你就会有点无聊 但是又有责任的工作里 不过不要急 你的努力 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 只是需要时间 但这个月你们会觉得 啊 压力好大 公司老板的这个 给予你的期许 或者是标准很高 所以我觉得呢 你可能需要适时的呢 舒缓一下 也去学一些新东西 思考看看有没有有别的方法 找别的人来帮你 往这个更好的方向走 那另外呢 容易投入啊 群体里面的事情的叫做白羊座 白羊座呢 这个月呢 大部分时间会在幕后 或者参与群体的工作 那这件事情呢 对白羊座来讲 会有点挑战是 白羊座是英雄主义 我希望我被看到 我希望被认可 可是呢 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可能三月份 你是扮演一个群体的角色 所以群体的绩效 才是你的绩效 可是请你不要放弃啊 因为呢 进入了白羊座月份之后呢 你就会慢慢的发光发亮了 那另外一个这个族群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叫射手座 他这个月份的运势啊在家庭 所以可能旅行啊 买卖房地产啦 或者是跟家人这个云游四海啊 享受家庭生活很好 那显然的 事业不是他的重点啊 维持这个本来的状况 维持现状是很正常的 可是 如果呢射手座呢 你呢工作是什么 家业啦 跟家人一起工作啦 或你卖房地产的话 或是你可能做一些 跟家人有关的事情 诶 反而你这个月的试验日是好的哦 再来呢我们要看的一下就是呢 在健康的部分 这个月呢因为火星土星金星啊 都会在水瓶座聚集 所以我会建议呢 上升或太阳在金牛座 士座 还有天蝎以及水瓶的朋友 这个月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有好的这个健康呢 才能够赚钱 或者是解决问题 往未来的方向走 那另外一个族群呢 则是上升或太阳呢 在双子处女 射手跟双鱼的朋友 你们呢在这个月呢 容易有贪心的问题 所以呢 可能接太多事情 参与太多活动 所以反而会让自己 比较过劳的现象 也要特别注意 那么以上呢就是 我们在三月份的运势 要跟大家分享的 祝福大家三月份 都能够有新的成长 新的收获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